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央视新闻记者邓雪梅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闹市区莱佛市 为大家现场介绍一下新加坡新冠肺炎的感染情况 以及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和面对的挑战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最新公布的数据 截止到昨天 新加坡一共有108例的确诊病例 其中有78例已经治愈 治愈率是大约是72% 另外还有6例是危重病人 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已经过百 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哪些措施来防范这个疫情 下面呢 是我们先去这个闹市区去看一看 看一看他们在这里边民众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人流减少了没有 现在呢 让我们的讯息师的镜头呢 摇出去 摇到我们周边的这个街景上 大家呢 可以从这个街景上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新加坡的闹市区来佛市 它以前这是个地铁口 两边都是地铁出口 平时的人流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 人来人往很热闹 现在呢 其实是北京时间的五点 也接近了下班期的晚高峰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确实是街上的这个人还不是很多 因为也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吧 政府也呼吁大家尽量的减少出门 减少这样的话呢 就是采取防范的意识吧 所以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街上人真的不是很多 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呢 新加坡就出现了 第一例的确诊病例 从那时候呢 政府呢也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 然后采取了很多的防范措施 他们又启动了一些监管的机制 假如像是 比如像是社区监控啊 实验室监控啊 医院监控啊 以及卫生部协调的一些外部监控 然后建议呢 公众避免大型集会 从二月初的开始呢 新加坡政府呢 也是呼吁这些中小学生 不要在学校呢 就举行这种升旗观礼啦 露营会啦 以及一些课外的活动 就是避免人群密集 所有的行为呢 其实都是为了防范这个 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因为截止到半个多月之前 新加坡还是在 就是确诊病例 是世界上第二多的国家 所以呢 政府也去 而且新加坡国土面积比较狭小 所以政府也确实是采取了 很多措施吧 来避免疫情的扩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晚高峰的时期即将到来 可是街上的人真的是确实是不多的 其实我们走在街上呢 我们观察到呢 民众中戴口罩的现象并不是很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的疫情情况 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他国土的面积比较狭小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会儿我们请一位我们这里边的资深人士 他也是国会的助理 他在做很多的跟踪的呀 报道呀 还有一些跟踪的提示咨询 提供给啊 政府的内阁议员 一会儿呢 我们会请他来介绍一下 好的 大家看到了这个街面的情况 确实是相比以前而言 这里边真的是人流降的大约是50%左右 然后呢 现在我们先请嘉宾 宋战勇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嗨战勇您好 学妹您好 然后各位网友呢 下午好 然后非常高兴的能够上央视客户端的这个直播的节目 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就以最轻松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情况 对 战勇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块去 我记得平时我们来的时候 这里面真的是人流很拥挤 那么现在今天的情况 你觉得大约有多少下降了人流的密度呢 今天呢是星期二 然后刚才学妹也是讲了 现在是时间是傍晚的五点多钟呢 我觉得比平时可能少10到20 10%到20%吧 然后这个也是大家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很轻松的 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的防范意识很强 比如说刚才我见摄影师的时候 我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咱们先别握手 然后因为手部的感染呢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个无疑中呢 今天我中午的时候还去餐馆看了一下 我觉得餐馆的人流量呢少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在以往那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呢 我们真的是看到少了是不少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呢 可能看到只是少了大概10% 20% 但是在一些餐馆或许少更多 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餐馆的老板娘 在聊天的时候 她说实际上少了大概30% 当然她希望这30%呢 能够靠一些外卖呢 能够来就是拉长补短 但实际上呢 你知道在一些餐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当然像旅游业啊等等都受到影响 对 其实我们以前就是认为新加坡可能 因为它有两天它的数字已经几乎是零 可是这两天每天又会有三例啊 四例的新增患者 其实大家的警战程序又上来了 可是我们看到啊 你看这个视频是也可以给大家扫一下 就是在街上的人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还是有一定的人流 但是人们几乎没有戴口罩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口罩是可以避免感染的一个很有效的防治方式 为什么大家都不戴口罩呢 好的 那我首先要说呢 其实我还是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啊 口罩是一个非常能够避免人传人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之所以没有让健康的人戴口罩 其实新加坡不是说鼓励大家不戴口罩 这个一定要就是说我要纠正一下有些自媒体 他们的错误的用词啊 就是您刚才用的词是非常准确的 其实对于健康的人来说 新加坡的人是不鼓励你戴口罩的 但是也并没有禁止你不戴口罩 然后之所以不让健康 不鼓励健康的人那个戴口罩呢 是有各种原因的考量了 比如说其中一个原因呢 您刚才也提到了 新加坡的这个资源呢 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 当然对于一个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呢 政府的库存里面呢 已经准备了足够的口罩给大家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准备 大概给130万户家庭呢 每一户家庭都有四个口罩发到家里面 我们家也拿到了 然后因为新加坡的家里面 大部分是80%到85%的这个家庭呢 都是在住在祖屋区里面的 祖屋区就是政府来新建的这种公共住屋 然后大家呢 是公共住屋的这些居民呢 先拿到了口罩 之后呢 有私人住宅的啊 公寓的 他们也陆续拿到口罩 这样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让你先安心 然后告诉你说 如果你需要戴口罩的话 还是要戴的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不太舒服 或是轻微的咳嗽 或者是你觉得有病 那肯定肯定要戴的 政府还是鼓励说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 如果你是健康的话 当然不鼓励你戴口罩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都去戴口罩的话 你想这个口罩得需要多大呀 这个量是很大的 如果要是内部来哄抢口罩的话 你自己囤积在家里面 那有一些个人家 他们家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口罩了 这是对整个社会来说 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那对于另外国家来说呢 新加坡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 如果当所有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在这个采购口罩的时候呢 比如说有些人从这个地方 运到那个地方去 那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的经济体的话 那我怎么样跟一个大的国家 然后共同来采购这个口罩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不太对等的 对 对 像你所说的 其实新加坡是出于自己国情的考虑 因为新加坡确实是它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而且它的资源是很匮乏的 几乎是没有资源 新加坡的是转口贸易 它的服务业 它的旅游航空业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它是一个纯依靠外部的经济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生产力的 它所有的物资基本上都要靠进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政府就考虑到新加坡确实是 就是依靠自己的自身能力 是没有发做到完善这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要保证这个口罩呢 大家可以有的用 但是呢 要保证医护人员优先使用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优先使用 这样的话呢 才能在避免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然后出现混乱的局面 对吗 对 实际上呢 不光是口罩这个可以有一些防护的措施 当然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程度上 比如说像我朋友他们在政府公共医院 他们除了口罩之外呢 还有一些护目镜啊 还有一些防护服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他们叫shilt 就是像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 来防卫的那些 我觉得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都去买那样的 有不需要的东西的话 其实对这些医生来说 也不是特别公平 当然其实口罩只是其中的之一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实际上他有很多很多的措施 来就是来防控这个防疫 对 比如说 对对对 其实就是跟咱们国内有关的 对对对 好的 然后其实包括说从国内出来的一些 就是跟国内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什么新加坡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如果你从国内出来来这边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你来了之后就是隔离就好了 还有一些 他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听说就是新加坡政府 其实是鼓励民众 其实你要勤洗手 你一定要勤洗手 因为我看前来 新加坡政府发布了很多的就是视频啊 在电视上呼吁国民 就是说要勤洗手 然后勤洗手同时的说 也不要用你的手去摸你的脸和眼睛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避免的一个接触 对吧 因为他就觉得是 这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传染病 所以说一定要勤洗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保持个人卫生 平时要多饮水 要补充卫生素 是新加坡政府所做的很多的建议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新加坡政府刚刚开始就是说 觉得这个疫情发展的比较快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超市也出现了很多 哄抢的一个局面 当时是我们看到那个货架 全部都已经空了 然后卫生纸啊 还有消毒用品啊 还有一些素食品啊 真的是那个全部都被抢购一空 但是那时候呢 也确实是有些混乱 看到这种局面的时候 其实政府也是及时出来跟大家说 说大家不要去抢购同购 我们尽量去保证 我们会保证供应的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安抚大家的情绪 让大家能够正常的来稳定的生活 对吗 对 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的挺对的 就是无论是国内啊 还是说新加坡这边都讲了一点啊 特别重要 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 恐慌比疾病更可怕 如果大家都是恐慌去哄墙 或者是囤积食物 或者甚至包括卫生纸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像某些个别人做出的那个行为的话 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你抢回家了 然后实际上你看到啊 新加坡过了几天 其实那些包括卫生池啊 大米啊 那些食品都是足够的 然后我也知道 国内采取了很多好的措施 帮忙就是给很多的居民啊 有些小区啊 就是他们都是买菜啊 送到那个小区 我觉得这些措施呢 政府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 都在做很多 对人民很好的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更好的是千万不要恐慌 我觉得这些心理上的恐慌啊 会让很多事情办杂 这样的 对好的 就像这样就像你所说的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 但是现在就是说 因为大家也在议论 因为新加坡政府说了 如果这个疫情再继续的蔓延的话 去诊的人更多的话 那么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 就肯定是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就这么多同时的病人去救助的话 也很难 就是同时去满足这些的医疗救助 所以他们鼓励就是说 如果一旦那个种情况发生 就一定是要先救治那个老人 孩子和重症患者 而把那些轻症 就是轻微症状的 以及身体健康的中年人 青年人呢 建议他们在社区进行隔离治疗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进行 社区辅助的性的隔离治疗 你觉得是他其实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吗 就是因为确实是根据他自己的国情 制定出来的这么一个方针吗 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几个点的时候 都提到了新加坡的国情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根据他的国情呢 都会制定出相应的一些措施 像中国也是 新加坡也是 那新加坡的国情呢 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就国家的面积啊 人口数量啊等等 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上呢 采取的策略呢 在某些方面上有可能是不同的 那当然您提到说 他的公共卫生医院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是 包括如果政府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当然鼓励政府去做 如果民众可以去做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民众都能够比较保持警惕 但是同时呢要保持冷静 对确实是像你所说的 因为新加坡政府是根据自己的国情 制定的就是自己相应的方针 因为毕竟是说他面土 国土面积比较狭小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新加坡他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他因为他的经济体小 所以而他又是一个航运的中心 又是一个航空的中心 所以我们说他的面对着挑战还是蛮多的 因为他的人流是很密集的 因为他很多人从这里边转机啊 从这里边然后飞往世界各地 所以他其实是 而且他又是一个世界很多的公司 都会把自己的总部 亚洲亚太总部设在这里 其实他的人流的来往的密度还是很大的 那么面对着这样的挑战的话 政府现在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在就是有一些考量 我听说就是说他们要进新加坡的时候呢 可能是需要跟政府先申报 说一下就说我要去新加坡 然后经过批准了你再来 这样的话其实是避免的人口的密度一下子就过来的 其实这个措施呢其实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大家会说这种措施呢 其实是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里边的国际会议会要取消 或者国际的一些大型的赛事活动组织活动都会发生 都会受到影响跟延误 所以大家其实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 那么政府也是要相对去平衡一下 是的 因为就如您刚才所说的话 新加坡的航空业啊服务业啊 包括会展旅游业啊 在这个在这次的疫情里面呢 都受到了挺大的冲击的 我前两天就是访问了一个 就是做口语翻译的 他也是这种做会展旅游的嘛 就是相关的 他们其实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另外呢您说的这个航空业 或者是大型的会展啊活动啊 其实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所以它本来是每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来 但现在呢就等于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去做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当然政府呢还是看 也是视情况而定吧 因为就像你之前所说的 有两天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增长了 大家还觉得还挺开心的 但是后来其实最近这几天 还是有一些感染的情况出现 也有一些确诊病例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和控制 对其实就像说的这样 就是我们要注重个人的卫生 勤洗手 然后保持清洁 然后多喝水 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这样它增强自身抵抗力 对吗 那么好 那个现在最后呢 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其实这就是新加坡一条非常非常繁忙的一个 一个一个交通通道 因为这里是CBD 它的中央商务区 有很多各个大的银行都在这里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街上因为快到下班的时候了嘛 车流也多起来 但是呢 相比而言的话 以前这里是堵车的 现在呢 确实是不太堵车了 所以这也可能也看到大家 也确实是这个 在防空疫情方面也是比较注意的 就尽量减少出门吧 也是这样的一个措施 而且现在进入很多的商业建筑里面的话 你都要测量体温 然后如果尤其你去一些公司上班的话 至少要测量两次 然后再有些人 可能家里面都要测一次到两次 然后你再到了这些商业建筑啊 办公室啊 你还要再测量两次 然后除了用肥皂 勤用肥皂洗手的之外呢 很多人现在包里面都带着一小瓶 那个洗手 干的洗手液 然后我的包里面就有一瓶 然后就有些时候呢 就是发现要吃东西啊 或者又跟别人见面啊 然后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洗手液洗一下手 当然我觉得就是无论在哪啊 我们都希望能够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 但是要达到这个健健康的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就是勤用肥皂洗手 不要摸脸 不要摸你的眼睛 注意个人的卫生 推挤急人 到了别人呢 其实大家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 我觉得更重要 好的好的 谢谢战勇 因为战勇呢 他是给国会做助理 他会经常写一些建议的报告呀 还有一些意见 所以他也会把每天他观察到的情况呢 向国会做汇报 然后协助啊 国会这些内阁议员呢 做出调整一些政策 那么新加坡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因为新加坡他国土面积不大 他现在感染的病例已经过百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为了进一步的能够加强防疫呢 政府呢 还是呼吁大家要尽量尽量的留在家中 然后除了必要的外出之外呢 尽量不要去公众聚集的地方 其实这样呢 也是为了感染 就是感染的密切接触感染的会少一些 然后能够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 新加坡的情况大约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新的情况呢 再向大家来做一个汇报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网友 再见 谢谢 再见